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乡城说事,我是Simon 未来两集,我会跟大家讲讲九龙寨城的前世和今生 今集就先跟大家讲讲九龙寨城的前世 九龙城的名字,起源于九龙寨城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三不管 黄岛独横行,甚至是龙蛇混习的地方 好,里面既有无牌的食品工厂,又有无牌牙医和铁打医生 因为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分两集讲 今次我们先讲讲九龙寨城的前世 即是成为三不管地方之前,九龙寨城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或者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在宅城建成之前,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就已经称为屯门了 但不是西北的屯门 而是指当时屯门是一个屯兵的地方 基本上整个香港都是屯兵的地方 当时朝廷在这里设有屯门镇 在北宋时期,这个地方成为了官府墙 其实在清朝之前,香港这个地方都未曾有过这么大型的军事基地 直到清朝康熙七年,朝廷终于在九龙半岛上设立了炮台 并且在康熙二十一年,即是十四年后,一六八二年 将这里改造顺地,正式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随后在清家康十五年,即是1810年 在宾海之处首度建立了九龙炮台 吸口随着香港岛的割养,九龙半岛的军事地位立即上升了 到了杜光二十三年,即是1843年,九龙寨城就在九龙炮台后建立了 选知九龙寨城的原因是本来位于占沙咀的晴英炮台 以及位于军冲的林冲炮台,都在1841年正月清兵设防时被人调走了 在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军占据了两个炮台后,就把他们全部拆掉 因为维港南方险要失陷了,唯有在半岛的北部,奔海之地另外似一个防御种地 同时,清朝年间,债城前面有一个近海的地方 当时九龙炮台的南方也已经起了营防,叫做《九龙海口信》 因此,当时建立债城的目的,明显是用来加强当时的防御 其次,当时九龙炮台最接近作战的前线 相比起位于深圳大鹏湾和大嶼山东涌,都来九龙半岛非常远的 城寨能够有效力地去作为指挥作战的功用 于是政府就在鸦片战争之后,增建了九龙寨城 希望它能够有效地去指挥香港邻近地区的防御了 后来1858年,英法联军之役,英国获得了九龙半岛南部 而去到1898年,满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展驼香港戒指尊条时 将九龙半岛北部和新界一次过送给英国 而在上面提及过,这条尊条里面有写着 所有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 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唯不得与宝贵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 于是九龙寨城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殖民地里面 中国领土唯一一点的血脈 亦都成为了日后中英争讨的焦点,简单来说 即是等于清廷在英国管轄的地方 找回一个属于清廷的特别行政区 在英军占领九龙半岛之前的1873年 清廷在九龙城这个地方建了一条龙津石桥 而当时石桥是由清廷海关管轄 那里除了是货船上下货的码头之外 更加是中国官员来往寨城必经之地 至于在码头去到寨城中间 有一条九龙大街 是早年九龙区最重要的商业街 街道两旁商铺临临 而当日大街由寨城东门向西新延 去到今日牙前卫道一带 更加是当时一个规模很大的驱使 令到当时住在沙田、泉湾、豪冲 一带居民都会攀山越岭 去到开始进行买卖 所以很早的时候 九龙城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商贸地方 讲完九龙寨城这个地方的 一些地理位置历史之后 不如我们回头看看 其实这个地方在成为寨城之前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同时又为什么有故事讲 这里和宋帝饼又有关呢 由西汉到北宋时期的九龙寨城 是一个官方的厌场 去到清朝的时候才废治了 南宋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厌场最为兴盛 南宋时期 即是今天的九龙东和大溪山 是两个产严的重镇 想知道什么是大溪山 就自己看回我们的影片了 南宋时期的 军库墙 即是观塘 九龙城 油尖旺区一带 是当时广东十三大厌场之一 所以才出现了军库墙这个名字 军库墙在龙兴二年 即是1164年 被宋廷以铲炎微薄 为处偏远为理由撤除了 拼入去蝶福祥 即是今天沙头各东北管理 去到南宋末年 又重新恢复了 南宋纯禧年间 大溪山 即是现在的大婴山 私严猖獗 官府禁而不止 到了后来 庆元三年 即是1197年 大溪山的严民起兵反抗朝廷 更加一度攻到去广州 宋朝用水兵来镇压 由命令当中三百名士兵驻守当地 当时的居民有能力摧毁水军 而水军正正就是南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很明显 香港这一大严业所带来的财富 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对抗朝廷 而严业严长 这些重要程度 由宋庭剿灭严民 镇守严长的行为 我们都可以看到 香港地区的严业 对于南宋国家的命脈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南宋末年 首都林安被元朝大军占领 五岁的小皇帝 宋公帝 和謝太后相继被枯 宋公帝的两个义母兄弟 益皇帝和广皇帝 在杨亮捷 陆寿夫 张世杰 陈怡忠 和文天祥等人 互惠之下 开始南逃 更加一心要将宋朝皇室 斩草除今的元君 将两个皇室小成员 穷追不舍 去到1278年 端宗驾崩 改立了帝炳做皇帝 他们南逃去到屯门一带 仍然被元兵 穷追不舍 唯有在香港不同的地方迁移 结果在香港留下了不少足跡和一事 相传九龙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和宋朝福亡有关的 远朝资源14年 即1277年4月 南宋幼帝帝炳 在左丞相陆寿夫等人陪同下 由福建坐船到广东 在九龙湾登陆 当时九龙一带 地质民憑 村民虽然忠于宋室 但没有适当房屋 可以给右帝和大臣门使用 后来在海边石山找到的地方 搭起了很简流的行工 有一天 右帝巡视周围的环境 全部都是山 于是就跟大臣说 这里有八座山 一山一龙 即是总共有八条龙 陆寿夫上前就很明显是拆鞋 他说什么呢 皇帝皇帝应该是九条龙 幼帝就不知为什么 陆寿夫再解释 皇帝是天子 是真龙下坊 你就第九条龙 于是这一带就叫做九龙 而在九龙城里面 一个旧日存在的地方 叫做圣山 这个地方就是在码头角度一带的 海斌小山丘上面 这座海拔其实只有114尺的圣山 相传就是南宋最后两个皇帝 避难到香港的行工 行工的名叫做石殿 而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 于是就在大石上面 刻上了宋皇台这三个字 而去到英国殖民地后期 港英政府为了确建启德机场 于是就将圣山移平了 而圣山原址位置就是位于 香港旧启德机场客运大楼的位置 除了宋皇台之外 九龙城一带在二十世纪之前 都还有一座晋国公主巫宠 用来纪念帝丙国会 巫宠原本设置在宋皇台西北 没有多远的小山丘上面 并且后人为她起了一个很大的碑 后来因为1904年政府 编地被圣公会在圣三一堂而没有了 地点就是在现在 阿佳老佳游乐场的位置 而相传宋帝正和弟弟 都在这里停下居住过 后来这里建了一条村 叫做二皇殿村 但都在1920年代清拆了 另外香港也有很多不同有关 宋帝时的传闻 其中一个就是在白鹤山上的梳庄石 有关白鹤山的记录 最明确的都算是 嘉庆神岸原字卷里面的山水略的描述 白鹤山在九龙寨西北 有游鲜岩 岩下三小石鱼品寺 上圣一具石 高约六七象 广约三象鱼 碧纳难升 石顶有旗平旗子 至今有泉 西北黑有鲜岩三志 足连远 至少梦湖 色常有八壳一双妻子石上 顾名 上述的鲜岩 根据地方传说 也都叫做梳庄石 就是指宋末黄武和公笨等等 在官库墙进驻的时期 整天都在石上化妆 因此后人就叫做梳庄石了 然而这个传说 并未在任何书上有记录 不过来香港不远的大鲜 在嘉庆王崇熙 新安元寺卷十八 职略中提及过 有记录说过 大鲜黄武 洞村前有大石高数象 俗传王武疏装于此 故事与白学生的疏装石同出一切 这块九经风软波落的大石头 在二战前仍然在 可惜战后就没了 现在白学生依然存在 但昔日皇帝所见的石殿 已经变成了华人基督教墳墙 疏装石都没了 说完疏装石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宋台抽唱呢 在1930年代 曾经有一帮 著名的五四运动作家来到香港 而其中 叶玲凤 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民家 在他所写的 《香岛仓丧录》中的章节 《宋皇台巨石的仓丧》 当中有一段记载过 那时有一帮 曾经清朝怀老 住在九龙作鱼工 各人还囊犹豫 造官挂来得钱 还未用缘 便此食周叔 在香港 与一些民事私酒畅和 又交结一些 扶勇封雅的有钱商人 他们为了要表示 故宫和鼠之师 便寄成于九龙一带 所留下的 当年南宋小朝廷的史迹 虽然叶玲凤 着眼点是宋皇台 对维老门的意义 但是明显见到 九龙城一带 因为这个宋朝为止 而引来了很多不同人 在同一个地方 对宋朝进行少少的怀念 甚至去到今天 香港政府 或者去日殖民地政府 在九龙城这个地方 建立了九龙寨城公园 利用回去日中国北方的建筑特色 亭台柳角 用来做这个公园的主族 但是其实就历史上来说 就算当日帝丙一行人 真是有来过九龙寨城 或者当时的九龙城都好 他们都未必有能力 在这里建立一个去日的皇宫 甚至乎建立一个旧日的宫殿 而同时 中国南方的建筑特色 都不会是使用这些 亭台柳角的特色 今集就和大家说了 九龙寨城的前世 下一集再和大家说说 当日九龙寨城的金森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趣的话 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